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起的甲鱼应该是差不多大的有37升是非常大的点亮 点火的时候需要捏住后杀 这个基本上是无感的 我们把屏幕拆一下 这里还可以放屏水 放点这种水深的东西是很好放的 这里有个USB口是Type-C的口 出发 我们今天出去溜达溜达 成都这边三色路 这几个月是挺热闹的 每到晚上人都特别的多 我们请立特125去三色路溜达溜达吧 这几天也多骑一骑 到时候拍个试驾体验 很多车友对于立特125还是挺有兴趣的 很多车友家里面有台大车 再买一台小踏板代步 但是对这种踏板车这种要求 就是品质上的要求 觉得还是要各方面都要挺好的 立特125这台125cc的水冷发动机 就是PCX125那台发动机 虽然说排量不大只有125cc 它的发动机数据还挺不错的 最大功率做到了8.2个千瓦 然后最大的流距是11.7厘米 加速还是很顺畅的 现在表显80红灯了 我们看刹车哈 刹车也还是OK的 然后它在自动起停的 然后我现在开了一令油就走了 其实小踏板的优势就是在市区通行方便 就是很轻快 立特125它是带碾弄刹车的 你捏后刹的话前轮也会带点刹车 其实在使用中体验是挺好的 发动机振动几乎没有我觉得 从起步到跑到极速 昨天我拿回来的时候极速表显 在一条路上看了一下 表显差不多能到110了 当然是U上去的 这个0到80的加速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像在小踏板125cc级做水冷发动机了 其实挺少的 基本上起步的话 一会大家看 而且市区使用 其实动力我觉得正常起 我觉得不是什么问题吧 基本上我一会领油就跑到前面去了 后面汽车可能还在起步 主要是它小啊 方便 它这个整背质量116公斤 和我甲鱼差不多 看 你看后面汽车至少离我有40米 还不止 这个油箱哈是在前面这个位置 整个车的重心是做得非常好的 这样的话 坐垫就能设计出更大的这种空间 昨天下午我去拿车 然后呢 家里没有人 父母从老家给我寄了一些肉过来 然后我在想我怎么拿回去 然后正好 我就直接钻在这个 3.125的坐垫下面的空间里面 完全没问题 三色路前段时间还去过一次 据说现在人更多 但今天不是周末哈 今天是周一 周末的时候人是最多的 而且那边 骑摩托车却会玩的也挺多 我看这几天很多媒体都在报道 三色路那边这样的一个集市吧 很有意思 一会带大家去惯一下 这个轮胎给我的感觉 抓地力还可以 你看我们看一下自动化 你看 是吧 一刹就下来了 而且很稳 5 4 3 2 1 走 过了路口都已经到了60了 NIDA-125前几年 刚在海外上市的时候 其实就很喜欢家喻110的升级版 但是一直都没有引进国内 到四季城会展中心附近 前面是五岔子大桥 五岔子大桥 以前还挺网红的一个地儿 很多骑摩托车朋友也喜欢去拍照 这个地方 但现在好像人不多了吧 其实我都没去过 哈哈 就从这附近路过 一直没有上去看过 这个新的宝石姐 这也是台宝石姐 它们是一起了吗 前面全是电动自行车 来我们把他们都超过 到前面去 快到了 前面是一台甲鱼 我们从这个桥过去吧 还没摆了就是 现在他们的车都来了 旁边就是那个滑板公园 然后慢慢的聚集了很多年轻人 后来就 这条街就成了一条 像类似于美食街去了 全是那种后备箱集市那种 我们骑到上面去吧 小车车有小车车的优势 就是 你看 轻轻一拐就上来了 这边已经 有一些车友在这里了 我们在哪拍几张照吧 停在这里面吧 我觉得还挺好的 这里现在没人抓紧拍几张 拍夜景 我拿这个Solid HS3来拍就比较好 虽然说我是拿到一个大变焦镜头 光圈是3.5到6.3的 但是把ISO开高一点也能用 为什么我出来喜欢带这种大变焦呢 一个人出来嘛 其实大变焦是很方便的 一个人出来的话 你拍到最大的需求 ISO直接12800走起 12800这个ISO是双原生ISO的一个起点 让我们看一下效果 其实现在天气还挺黑的 你看 像我在视频里面用用 一点问题没有 今天出来 顺便拍一些网上的细节吧 过眼前还要做这个试驾体验嘛 我现在都是拍了4K50帧 诶 这里亮灯了 亮灯了 这样拍下不是更好看吗 居然这里还有灯我一直不知道 它会亮 意外的收获呀 把大变架起来 这个大变太轻松了 就是非常的轻 自带灯光 自带灯效 拍着人把车停在路边 然后再转转 各种角度拍一拍 这个屁股其实也是挺好看的 这个灯效加起来不错 好了吧 简单拍一下 我们一会儿等外面 那个地摊摆好之后 我们再出去摆 对啊 上次来的时候就10点过了 那个时候来人特别多 今天算是来早 现在还不到7点钟 我们先溜达一下 这些车都已经占了位置了 刚才还没开摆 车平时应该都不开走的 等晚上90点钟再来摆 因为如果走的话 可能第二天就找不到这样 比较好的口岸了 因为这些都是零食的 现在慢慢的都开始摆 我们再玩一会儿 一会儿就应该在9点过了 那就比较热辣了 炒小皮 炖在这里就这么炖 是不是很好吃吗 有很多骑车 这边就是滑板公园 小姐姐要吃喝了 这个产品就吃喝了 这个产品就吃喝了 而且有宿命有废 这个小朋友也好厉害 还好比较简单 多玩儿子 现在就和我们6点过 刚来的时候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看整条街道多热了 摊子都摆起来了 看一张吗 来 姐姐们 来看花花好不好 不要光看我 看花 你对花好看 谢谢 有醉无形 轻一又再无名 不一起看星星星星星 它亮又深究又 Io 你我时只不知暗又几美 我三次来都没有这么大的规模吧 马上是到路口这边基本上就没了 但是现在的话 这边一直要到那边三环路了 现在多少点啊 11点36了 你看还是这么多人 回家 骑上我的小踏吧 这位小姐姐在学滑板 我们慢慢走旁边过吧 哇 这只狗狗 好蓬松的感觉 这个灯关感觉还行 现在是近关远关 前面就是三环路 从这里掉头 从这里下去吧 哎 青蛙来了 这个行李箱 嗨 他们白天哈 就是把车停在路边的 然后晚上大概9点钟开始吧 这边陆路区就开始摆了 但我还想这种形态还能持续多久呢 如果规模再大的话 可能政府会管呢 哎 他抱了两只狗狗 这一带就是核心区域 这边就越来越少了 这边的还有一些 好了 没了 好 左转灯链了 走吧 好 刚好遇见绿灯 慢一点 看有没有 行任何车 高速的稳定性也还是不错的 挺稳的 挺稳的 321走 媳妇打电话说给她带点吃的回去 吃了个盐煸牛肉米馅 24小时的 这里也挺推荐给大家的 味道是不错的 就在前面一点点 现在那个位置开了两家 哪家是以前的 这中间这一家 我右手边这个家是后来开的 这里24小时营业的 这边是以前的 一样好多羊肉 小腹的羊肉饭 然后盔家肉 会呀 我是大堡里 你看现在12点了 都还是有挺多人在这里吃的 这边一个人都没有 然后这边的话 现在是有5桌都有客人的 然后它旁边这也是他们的 这边还有3桌 大家来的话就认准这一家就可以了 回家了 那我这几天多骑一下 还有个试驾体验吧 那时候聊一聊 那以上就是今天Vlog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分享加关注 谢谢大家 到家 我这个小虹改天骑出去洗一下 从重庆回来还没有洗呢